但是其實啊 你說變姊之後 只有變老的壞處嘛 也不見得 我覺得好多女生 不見得 小女生的時候 可能還載浮載沉 沒什麼 每天紅紅餓不知道 變姊了之後反而好了 有的結婚 生完小孩之後 變媽了 反而整個人 很穩重的感覺 所以宇文 妳變姊之後 妳覺得比較吃香 我覺得 熟女有熟女的好處 因為現在第一個 女權 我最近看新聞 宇文解釋很撒得開 真的 剛剛我告訴你 這都不是我自己講的 我只是順著他們的話 我告訴你 就舉例來講 以前我覺得女生 真的是要比較害羞 可是現在因為這幾年 女權也很高漲嘛 現在流行就是平等嘛 我自己也這樣想 其實我不希望 我的女兒以後長大 她失戀了 是躲起來在家裡哭的 失戀我一定會鼓勵她 忘了那個男人 再出去交心 我們是不是要安慰自己小孩 那妳為什麼自己要躲在家裡哭 對不對 如果妳自己不希望的話 妳就要先做出來嘛 那我就覺得 我回單之後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很多 多采多姿的 那我是沒有真的喜歡白雲哥 所以拜託 我雖然想要多采多姿 但是 我真的不懂 我只是隨口講了一句 我喜歡肉感男 然後比如 像白雲哥的身材 因為我真的當下就想到白雲 我現在看到堵林哥 那我要講你 我以後還是講你 我沒有白雲那麼 這樣妳有比較開心嗎 因為白雲身體比較好 妳去參考一下 情定北海岸的 對不對 是熟女喜歡的 如果想要說妳其實很多 她現在在跟我演舞台劇 我也可以幫妳轉達 她是 她有 她很開心 她已經轉達了 她已經 我截圖給她看 她好開心 她就說 哇 宇文妹妹 妳真的欣賞我 我就說對 我說從欣賞 已經變成性幻想 對像是白雲了 我就是特別喜歡 有肚子的男生 那因為她來上過我的YouTube 然後我跟她算是有私交 所以我就當時人家問我 我就說 我覺得白雲哥不錯啊 而且其實我是很喜歡 幽默的男生 他真的私底下 比電視還要幽默 還會講 我就很喜歡那種一張嘴 很會講的 你心情不好 就是講到好啊 對不對 那我就講了這個以後 我跟妳講 人家的粉絲專業 像湯老師這麼帥 都是收到那個女生啊 可能說 喔 穿很漂亮 內衣罩什麼的 然後很多 宇安可能收到 大雕罩對不對 大雕罩 不是 很多人的 你看就是 宇文姐 現在打開來 手女 手女尺度大開 畫素都很寬 你知道我每天收到什麼 大肚罩 就好多男生 傳她的肚子照片 只有Focus 因為妳喜歡啊 她就說 我的肚子也很大喔 我也跟白雲哥一樣幽默喔 宇文 妹妹趕快來找我 她還不是叫我姐 但我收到很多這種 肚子的照片 跟表達好感 就我也覺得 隨著社會越來越開放 大家對手女或姐姐 其實是加分的 因為以前 大家會覺得中年婦女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 現在他們會比較推崇 就是女人要活出 自己的生命 以前都要講說 男大女小 可是現在時代不一樣 兩位姐姐有沒有發現 現在是不是有年輕小男生 會她不在乎的 她就是 她願意跟姐姐表達 她的感覺 現在喜歡姐姐的很多 還有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也很多 我告訴你 現在又來跟你講 阿姨我不想努力喔 貪圖我的肉體可以 貪圖我的錢沒有 我這是學秀惠姐的喔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沒有貪圖錢的喔 這種阿姨這種 大概是想少奮鬥 30年這種的 那我還沒有那麼有錢 就是不行 來我們看一下 什麼手面相的人就是受歡迎 阿姨航哥 有一些人就是人氣的吸引機 所以他不管到哪裡都會受歡迎 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特質 讓你不會去忽視他 第一個就看手下有沒有人際的紋路 人際紋怎麼看呢 我們要看的地方就是 月秋就是小拇指下面的手刀的部分 尤其手刀越接近手腕的這個地方 手腕這個地方有沒有 會有一條橫線出來的 月秋如果有一條橫線這樣跑出來的話 代表就是說 這樣的人是八面玲瓏的社交高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人他非常的細心 而且他可以觀察到 可能你的最近髮型的改變 或是你今天穿著的改變 然後可能剛好這個改變呢 是你覺得很開心的事情 他會說原來你的髮型變得好漂亮喔 你剛剪頭髮嗎 那你就覺得說被注意到了 被關心到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這個人真的很好相處 而且他會在重要的場合說出重要的話 因為他夠細心 對 所以他說話很容易切重點 而且都是別人觀察不到的 可能他的男朋友觀察不到 他的女朋友觀察不到 但他就會知道 所以像這樣的人來講的話呢 他是屬於八面玲瓏型的 在什麼場合呢 講到重點的話 讓你非常開心 所以如果你的首相有這個的話呢 其實還蠻適合去當業務的 或者去當什麼美容 做跟女性相關行業的 都會特別賺錢 因為他夠細心 好 第二個呢 就是豪氣的首相 就是跟他講話呢 完全不囉嗦的 要看我們的金星秋 金星秋呢 就是這個小雞腿的部分 就大母哥下面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金星秋 是 那金星秋呢 特別飽滿的人 那大部分人都會說 我的金星秋比較飽滿 其實不一定喔 你要把你的手呢 自然的攤平 然後攤平看的話呢 阿湯哥有耶 好走喔 對 我金星秋是比較 古一點的 那我要看啦 你要怎麼看呢 就是從金星秋 跟剛剛的月秋來比較 如果你的這個金星秋 特別的肥 厚 然後壓下去的彈性 特別的好 代表什麼呢 這樣的人來講 他做事情 都是不跟你囉嗦的 要什麼就是什麼 一就是一 所以有些人會 特別喜歡這種 不囉嗦的人 就是阿沙利啦 買東西也很阿沙利 賣東西也很阿沙利 對不對 我該賺多少錢 反正假設我這個東西 可以賺100塊 但是呢 你跟我那個砍價 那我賺個50塊 我也可以當場給你 會讓人覺得很豪氣 因為呢 他自己心裡有一把尺 這把尺呢 反正不要超過了 或是賠錢了 他都很好講話 對 所以基本上 在一個架構下呢 他是屬於非常好溝通 然後很多事情 他很願意去解決 例如說他遇到困難的時候呢 他說這怎麼辦啊 這怎麼處理 好 沒關係 我幫你 所以這樣的人呢 很善於幫別人解決麻煩 因為很多人討厭麻煩 但這樣的人 他就是可能就覺得說 沒關係啦 很好講 很好用 所以這樣的人呢 交友特別廣闊 而且呢 非常開朗跟熱情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很有人氣的臉象 好 人氣的臉象長怎樣呢 這樣看起來沒那麼漂亮 對啊 這不就白雲嗎 還蠻像的 好 來看一下呢 他的特質 不管男生或女生呢 就是你的這個 遠要比較遠一點點 講的是腮骨 但是腮骨呢 飽滿是重點 腮骨的這個骨頭呢 不可以是沒有肉 然後只單純肉骨 這樣就不行 好 就是要臉圓圓的 然後看起來下巴 到這個整個地方呢 都是結實有力的 這樣的人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三教九流的朋友 各行各業的朋友都會有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找這樣的人呢 去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找他去喬事情 特別的厲害 因為呢 可能他 可能黑社會的朋友也有啦 黑白都有 對 然後那個政府人員也有啦 或是說那個小吃店的老闆啊 特別有名的啊 排隊的 你不用排 找他就可以了 那不是白雲嗎 真的 我們今天的男主角已經變成他了 對 所以像這樣來講 他就是交友很廣的人 其實篤林哥也有一點 欸 尤其 對 對 現在還是歌之輩 如果年紀再長一點 其實人喔 年紀越長 這個臉型啊 不要瘦 要越來越有這樣圓圓的感覺 是最好的 所以呢 會因為他的經驗的累積 到他的晚年 他會有很多的資源可以運用 可是如果你越活 越年紀越大 你的臉越尖 代表你會越走越退步 喔 對 尤其男生 尤其是男生 像女生為了愛美嘛 對 女生 因為一般來講 這樣臉圓的話呢 代表屬陽性 那女生的話當然不再磁線 可是如果女生呢 臉是比較圓形的 她就會比較 比較害怕 但是她也會比較辛苦 雅蘭姐的話呢就是 這邊比較 雖然你的臉不大 可是這個地方是比較圓潤的 可以有雙下巴會比較好嗎 會更好 所以你的群組特別多嘛 那就不用剪 對 又很忙喔 人際關係很忙 所以像這樣來講的話呢 就是屬於比較受歡迎的 類型 那如果你的臉是比較偏尖的 那就建議你要有一點點雙下巴 去補強 它就可以把這個面向的一些 缺點把它補起來 那你們有雙下巴嗎 有喔 自然的 宇文姐也有一點點的 我有一點 雖然我臉是尖的 但我下巴有點肉了 這個是好的 對 千萬不要什麼 要處理它不用 好 不用處理 好 那第四款呢 就是隨和的臉象 隨和的臉象呢 長怎樣呢 就是硬糖 就是兩眉頭之間呢 要開闊 而且沒有任何的雜紋或疤痕 好 例如說硬糖的 兩眉頭之間呢 通常可以放下一根半 到兩根手指頭 是最好的寬度 篤霖哥的一定有 有啊 宇安姐也有 有 都有吧 宇文姐也有 對 都有 那可以把眉毛剃 就前面稍微剃 剃少許就會開啦 可以 因為有些人他天生是比較 那個一字眉的 或者是可能眉頭很近的 眉頭很近的人做事 會很急之外呢 他很有可能 不放過別人 也不放過自己 他心裡就會比較多的壓力 然後承載很多 可能別人的秘密 自己的秘密都會有 所以呢 眉頭比較開的人就是說 凡事想開啦 所以跟他在一起 你會覺得說 凡事都有正能量 然後跟他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都 小事小事小事 沒問題沒問題 所以再大的事情呢 在他身上呢 都會覺得轉為一種 智慧的餘露 他是屬於這種 煩惱轉菩提型的 以佛家來講的話 所以其實呢 這樣的人 比較可以去與人為善啦 不會去跟人家結二緣 但是有八痕呢 代表什麼 如果你的印堂有八痕 比較容易捲入到 別人的口舌是非跟官非當中 所以你的小人啊 這一生會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要記得喔 這個額頭 這個眉頭啊 跟額頭的地方呢 都是要保持光亮 平滑 不要有任何的八 那相對的 你在這一輩子當中 你都可以平安順順 年輕人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